真的是太惊人了 时间都快已经进入5月了 中国山西居然冷到破纪录 一天温度骤降30度 一秒近冬天 不只气温一秒入冬 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冰冻 我们给大家看到是上海港内 空货柜堆积如山 港外居然上演了 你们听到叭叭叭叭的 货柜车一整排集体冲破蓝检点 拒绝蓝查停车 他们冲出了什么 不能说的内幕 好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真的4月会下雪 真的不可思议 前一天的温度才30度 突然之间从30度变0度下大雪 而且这雪一下不可收拾 急升到高达24公分 那我们说下雪有什么来不及 4月雪 对不起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 现在是山西 这个桃子还有樱桃 这些所谓的桃类的植物 正在发果的时候 这一雪下去不得了 你看到没有 所有这些果园 全部都积雪 那我们知道刚刚出来的佐果 是最脆弱的 果子长大还好脆弱的时候 这一下雪 你知道你看到这个坑坑白雪 损失有多少钱吗 据保守估计 山西这个区域的果园 你看整个被淹住了 制造损失的金额 是高达3000万台币 那不只如此 这波大雪呢 其实一直烧到 逆蒙古的二多斯 那你看到 这个这部车怎么样 那这部车呢 直接被压垮的树 直接砸到车上面 整个树都弯下来了 你看哦 他手上去 雪这么厚 等于他一个手掌这么高 好了 中国的这个雪情 到底有多么夸张 那这背后代表是 中国经济恐怕真的会出了问题 好了 那我们这样讲 这是天下四月雪 是不祥之灾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中国呢 最近呢 也公布了一些还不错的数据 但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是恐怕并不如此 那么中国的货柜量呢 我们知道整个亚洲的货柜量呢 在今年的第一季呢 其实掉了多少 掉了40% 你知道其中贡献度 最大哪里 就是中国 只光中国就掉了将近3% 那我觉得这几个数字 听起来非常惊悚 我们先谈一个东西 中国因为跟全世界要原物料 所以2008年到2001年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候 当时散装货运人指数 最高是到1万1000点 记得我说是万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现在只剩下520点 520点 那时候是万 现在520点 等于是当时数字的5% 那也代表一件事 中国经济真的起来吗 中国经济起来 这个散装货运人的价格 不可那么惨 好 散装货运人做什么 就是煤炭 铁矿砂 粮食 大麦 小麦 玉米 这些东西 所以可见一件事情 中国经济确实令人堪忧 那当然回到一件事 你想你的这个 你进口的这些 铁矿石 煤炭量不大的话 你出口一定很惨 所以他们现在货柜的空置率 已经高达8成2了 那8成2是什么状况呢 好 你知道现在这些 这些货柜司机 有多可怜好不好 他们现在所得 一个月能够有到 1万块人民币就偷笑了 很多连这个钱都不够 跑一趟扣掉有钱没得赚 好了 那么你说凑合凑合赚了一点钱 养家活口 其实已经很辛苦了 对 尤其在上海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他们有笔 不小的花销 就是什么呢 就是警察很喜欢 拦这些卡车 没事跟拦 一拦一笔钱就没有了 你知道在这个山东 那个卡车司机 被拦到火大了 他直接跑到警察局 跟他说我们谈判一下 好不好 干脆这样子 我先付钱 你不要拦我 我先付一笔罚款给你 看你要多少 才月票制 每个月月节 罚款还有这种月票制 就是一直吃到饱 你不要再拦我了 你让我能够专心做生意 这个是买过路费的概念 真的很夸张 所以他拿了那张月票之后 全境通行就不会有人拦他了 可是你知道 这个警察是来得太过头了 那你刚才不讲 那个八八吗 这个是太惊悚了 这是发生在 应该是在上海 就是一群卡车 你看这些交警要拦这些卡车 你看后面这些卡车 完全不理这个交警 其中的交警人 身前拿东西出来束手无策 而且这些卡车 他在过去的时候 还用力拔这些交警 为什么拔交警 你罚我罚得太过头了 我们还要过活 好了 其实你 这个画面真的很可怕 太惊悚了 血肉之躯要去拦那个 快速开锅 你看那个警察 他在炸东西一副 要把他拦下来 完全没有办法 都踹掉了 这样港哨都设好了 你要配合拦捡 你就可以知道 这些卡车司机 基本上他们生意 多怒啊 他们已经多怒 他们已经没钱赚 还被这些交警 不断地遏止地发开法单 那当然这个情况下 不止如此 我们来看 这是发生在 玄武隧道的一件事情 玄武隧道 这个警察竟然在隧道里面拦查 好 那当然 这个太危险了吧 对 结果发生一件事 有一个网约的车子 直接就直接像 撞那个保龄球一样 啪 就一把一把 交警给撞翻了 那有人解读 他可能有点酒驾 但问题来了 他不想罚钱 因为网约车 我已经没有生意了 你还在隧道拦我 我火大了 我直接先冲再说 我先逃先逃 因为我的状况 就跟那卡车司机一样 那有人说一句话说 你们这个交警 爱浅爱过头了 你现在十字马路上 你拦酒驾 我们同意嘛 你在小巷拦酒驾 我同意嘛 你在隧道是怎么样 是关门放狗吗 还是引军入翁啊 所以看得出来 中国现在缺钱 把脑筋动到 这些很辛苦的 劳动朋友当中 好 我们讲到了 现在是开车的 拦查的 都在抢钱 说穿了就大白话 就这么样子 我们来看看 支撑中国经济 再缺一条腿 制造业极为关键的 一个指标 伪创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台厂 他们其中一间 大的厂区 宣布停工 这件事情带来 多大的警讯 好 中国今年把 它的GDP第一季 还是做出了 1.5个百分点 原谅我用说 是用做的 因为我们所有指标 里面看不出来 GDP有所增长 那你知道这个情况下 你以为只是开始吗 恐怕并不是 这是我们知道 伪创今年股价 大概涨了五成 因为伺服器 卖得非常好 我必须先讲这句话 来证明一件事 泰州厂的官场 是意外 不是偶然的 我在说伪创今年 业绩非常好 它的伺服器 卖得非常 微盈股价大涨 那么今年股票 已经涨了50%了 好了 结果呢 在股价上涨 营收增加的情况之下 它竟然把它一个 非常旧的泰州厂 你看这泰州厂 有多大 你放眼过去 都是工厂 这是它主要的 这个荧幕的 显示器的组装厂 非常大的面积 而且你看这个 这个工厂 你看就是非常的 有历史 对不起 二话不说 关了 那当然关的表面 但是我要必须 佩服这些 中国劳工朋友 非常不容易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工作到 最后一天 下岗回家 可是一下子 就增加两三千个人 以上的失业 我认为 这个不是偶然 这只是开始而已 像这样的 老字号的工厂 它的公司赚到兔 但是依旧要关厂 为什么 因为 现在的中国市场 已经大不如从前 那这个情况下 你到底失业状况如何呢 好 我们现在 那你失业 好 那你怎么办 好 那至少 还有个工作可以做 以前在台湾 你失业就开计程车 那现在在中国 你失业什么 你就送外食 结果 这画面是什么 没错 你看到这个人 他真的拿了一个树杆子 上面吊着点滴 他一边打点滴 一边送外卖 这个画面好惊悚 也让人看得很难过 你知道他不送会有什么代价吗 会怎么样 他会被扣款50块 他不送 他会被扣款50块 送也不见得赚多少钱 一趟单可能只有几块钱而已 他一天赚不到100块 非做不可 而且你知道 他如果他持续的缺席的话 他的这个岗位就没有了 因为中国现在失业人口很多 后面排队抢着要的多了 没错 美团的态度是这样子 你不要后面一堆 那你知道最近在这个善委 就发生一个案例 因为实在是太苛扣 这些外送了 所以而且减少他们 多补贴的项目 所以他们就说 好 你如果对付一两个 你好对付 来 咱们做个决定 善委所有的外送 美团外送 我们集体罢工 你看他们就集体罢工 就没想到 这个美团就从善委外面 找了一群工人进来 你们罢工吗 我从外面进来 而且你知道最夸张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些从外面的劳工 你看他们把这个 自动都从外地送过来 然后取代这些罢工的人 我先讲 这些外送一天 能够赚到100多块人民币 就偷笑了 结果他从外面找来的这些人 包吃包住 有没有 还什么 你知道 还包底 包底是200块人民币 你说恶不恶职 但是美团就说 谁叫你要罢工 我就让你不敢拿翘 对 我不敢让你拿翘 我要减少补贴 就减少补贴 好 那这个情况下 那年轻人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四川女子 你看她哭了 她哭得好难过 因为她已经失业90天了 那失业90天的状况之下呢 她就可能就因缘计划 要知道这个台湾饭团 还算有名气 所以她就决定来做台湾饭团 你看她的家当很简单 那第一天做的生意还不错 至少也做了100多块人民币 其实坦白讲还算可以 所以她第二天早上就很有信心 她就一大早起来 准备再做饭团的时候 她可能前一天卖饭团 被城管知道了 所以城管就在她卖掉 第一个饭团的时候 就把她挡下来了 你看这个四川蛙 这个女娃子她只好回来就哭了 她真的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办 我找不到工作 我想卖个饭团 城管还帮我赶走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你以为这个只是偶然吗 中国年轻人失业率 已经到19.6% 就有共青团说 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失业 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脱掉西装 他不愿意下地方 他不愿意做螺丝钉的工人 所以你的年轻人在受苦 你没有有感的感知 帮他们解决问题 你反而笑他们眼高手低 我就问了 刚刚这个年轻女孩子卖饭团的 她不够基层吗 她不够吃苦耐劳吗 没有苦让她吃 她一天赚五块钱 而且她真的很认真 当然现在你知道吗 这个箭头指向就是所谓的 所谓入华 那我们说好不容易 你当个幼稚园老师 应该很开心 结果幼稚园老师为了鼓励你小朋友 发表自己看法 那这个小朋友呢 就跟他说 就录音来说 小朋友你这样要做什么 就这个小朋友说一句话说 他说的 我为了长大朋友 在中国住了 想要去英国 来上学呀 完蛋了 他会不会害死他的老师 害死他的老师了 结果这小朋友的实话 就变成是 公安马上找上门 把幼稚园整个就封锁 做所谓的意识调查 因为这小朋友入华 他才五岁 他才四岁 他哪一懂 他只是说实话 我念书只想到国外去啊 好了 结果你看这个 现在老师也被调查了 可是我觉得 现在很重央的事情是呢 你要考公务员 先记得 你以后不能在大学的时候 你说做什么话 这是一个年轻人 他就要考公务员 就被同学指报 所以他举报 他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开玩笑 对他的同学说 你是支那人 这件事情 让他失去考公务员的资格 现在中国经济 已经这么惨了 年轻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们却用陆华的方式 让更多年轻人没有工作 而共青团竟然说 你们不要穿着西装 你们要下岗 我说我的妈呀 这到底这个中国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呢 这种情况 就な这种情况 他是找过去的 但是我能跳到 就不让他 这个原因 就是